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Source Insight软件的一个简单使用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先事先已经装好了一个Source Insight的软件 并且呢也装起创建了一个工程 以后我们给大家演示怎么用 那这个呢是我们后面可能会用的一个内核 3.0.8内核啊 这个没关系 以后我们看我们具体的内核版本 那么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内核的所有代码 当然我还没有加全啊 非常的庞大啊 非常的庞大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去看这个代码呢 那很显然比如说我现在随便点了一个这样一个文件啊 大家看这个每一行每一个文件啊 里的内容都非常的多啊 因为这个比较大 所以可能看起来很卡啊很卡 那所以这种这种情况下 我如果要看代码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啊 咱们就找这个吧啊 比如这个地方呢 反正一堆东西啊 反正现在你先不管关心他里头做什么啊 我们先想想一下啊 反正这个地方不就是不就是一些什么 像像是函数的东西对吧 加圆括号 然后这是不是也是像是函数的东西 然后也是个什么圆括号对不对 而且这个圆括号里头呢 是不是还有一些反正奇奇怪怪的东西对不对 但是大家看啊 如果说我没有代码编辑器 没有查看器的话 我只是用记事本去看 你很难想象中这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个函数怎么实现的 是不是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但没有关系 你看我们稍息精彩怎么办呢 你把鼠标点在这儿 大家看 哦 你看点到这个单词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 你出 它在底下是不是有一个提示符 就告诉你 哦 你看这个符号其实就在这定义的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的 C元的一个关键字啊 叫美举类型 也就是说它相当于是一个美举长量 长量给长量值而已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自然而然知道 哦 它代表什么意义了 甚至来说呢 比如说我们说这是个函数 那函数怎么实现呢 好 点一下 你看 这地方是不是有实现 那么实现 我怎么去查看呢 双击一下 你看 它是不是自动跳过来 跳过来过后 我们就可以看里面到底做什么东西 那我看完了 我是不是要回去 再看我们之前做了什么事情 那么这个地方你看 我又可以怎么 跳回去 看没有 跳回去 你看是不是就从这个地方 又可以往下看了 所以说呢 在后期我们开发具体的那个内核驱动啊 或者是我们开发一些应用程序 如果工程量很大 就是或者代码的层次比较多的情况下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用这个Source Insight的看代码的几率会变得非常多 所以说对于这个软件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它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这个代码 这个工具 咱们怎么用 首先呢 我们这个地方先把它关掉 在Project里头点Close 好 那我先说一下啊 整套软件啊 它的核心是工程 核心是工程 也就是说 我们为了能查看每个代码 它所具备的一些什么属性 比如我点完之后 它底下能看到 对不对 它需要在工程中设计一些什么 所谓的数据链接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Project的使用就是新建工程 就是说你有一个工程 我在工程里查看啊 不是在文件里查看 就是说它这个跟普通软件不一样 普通软件是file一下new 对不对 动作new一个啊 它不是 它一定要先建工程 然后再使用 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怎么建这个工程呢 好 我们先new一个啊 new一个Project 第一个框就会弹出我们工程的一个选项名称 第一行很显然是工程名字 工程名字呢 这个软件呢 因为它的那个版本问题啊 我们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用中文目录 因为要万一有的时候 还是我们担心机器的一些什么识别性 我们尽量的都用一些什么 普通的英文字符就可以 好吧 好 那这个名字呢 我们就随便起啊 因为这只是工程名 就你看了懂就行啊 这个跟代码没有关系 好 比如说我们就叫myapp 当然这个app很显然不是安卓那个app 就是这只是个工程名称 然后下一个地方很显然就是放我们什么 这个工程数据库的文件 就是你你创建完工程那个工程的配置文件啊 里面是什么样的形式啊 对不对 放了一个位置 一般情况下 我们建议大家不要放c盘啊 而是放着跟我们那个代码同一级的目录就可以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个代码在哪啊 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的那个低盘的mysheel里头啊 已经帮我们共享了一些目录 对吧 那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创建我们叫做my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myapp啊 但这个app是指的目录名啊 目录名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头相当于去执行我们 比如说以后要写的一些.c代码 或者是内核代码等等啊 都可能 那我的习惯呢 因为工程呢 我们一般不建议放着原码的那个平底目录 我个人喜欢是在这个目录下 再建一个目录叫 比如叫pro啊 就project这样一个前缀 这个前缀的意义什么呢 就相当我在这里头啊 去存放我们这个south insight里的一些什么 原文件 而在这个pro目录之后 这个层次上呢 存放什么 我们真正的原码 比如我们的1.c2.c3.c 就这个意思 好 我们来看啊 那怎么做呢 你看非常简单 就在这儿 我们把这个目录选择到我们的地盘就可以了啊 好 地盘 然后myshow 然后我们的myapp 记住放在pro目录就可以了啊 尽量不要放在这儿 放这儿不影响 但是呢 就是你最后以后再查看我们原文件 如果很多的时候 很容易搞混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点确定 好 然后OK就可以了啊 OK的第二个选项框 就是我们配置 我们这个工程的一些什么 具体属性 那这个属性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按照默认值 没有什么问题啊 等以后我们再学这个Source Insight 更深入一点过后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配置文件 比如说我的字体啊 我的链接库啊等等 是吧 你可以用自己的自己的配置文件 但我们这儿先用全局共享文件就可以了 好 然后点击OK 但这个地方有个选项啊 这地方选项就是默认我们工程的Source Director 什么意思 因为你的工程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不是看圆码 那圆码在哪呢 我在哪找 就这个意思啊 当然如果你 你以后不想偷懒啊 你就在这个地方把PRO是不是删掉 你看 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原文件是不是在 就在这个目录下 而我们的工程文件是不是在PRO里头 所以它默认目录应该是不是在这个目录 但没有关系 因为你即使写了PRO 我是不是还可以通过上级目录可以找回去 对不对 所以说没有关系啊 但我们这假设就把它改了 好吧 改过来 好 点击OK 很显然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你看弹出这个框的下一步 就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我们要添加和删除工程文件 因为目前的工程文件 看啊 这儿 这儿 零个 看没有 没有 所以很显然这个软件也没法工作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添 但是现在问题是也没有 没有文件 假设这里头有个1.c 我们还可以添对不对 比如你看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我们在这个目录下 创建一个1.c 这样叫abc.c 好吧 abc.c 好 然后我们随便写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写个include 好 然后mile 好 回车 好 那下面我们不管了 就相当于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好 好 现在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目录下有个abc了 好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这个地方呢 看不到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儿没刷没刷过来 你就再点一下上级目录 然后重新进到myapp 看啊 这地方是不是有个abc.c 但这个要注意啊 这个软件呢 因为它做的并不是功能特别的完善 这个地方的a是大写 不要被这个a大写a骗的 其实它所有的手字母都大写 所以说呢 你那个记住你这个abc其实就是小写abc 是一样的 就说这个跟你文件一样 填怎么填 非常简单 填add 就填进去了 看没有 填进去了 点击close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双击它 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默认情况 它字体比较小 没关系 我们在这点这个右键 点右键过后 你看这个地方甚至来说 你看过一会儿 它是不是都把这个颜色都飙亮了 也就看代码 至少看起来比较舒服 比那个记事本黑白的方式 要好得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可以不用记事本敲 你用这个sousinside敲 其实你敲代码的效率要高得多 好 我们怎么改字体大小呢 点右键 右键 别看很多 随着我们后面课程的深入 尤其在学到Linux内核部分的时候 这个工具中的这些选项 你可能大部分都要接触到 因为我们以后看内核 可能都要借助这些快捷键 尤其像这些快捷键 你可能用的越来越熟 越来越熟 那么这样以后看代码会越来越快 所以对这个工具 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教给大家 原因就这 好 我们看怎么改呢 在这 在我们的这个Document Operation里头 然后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在这 ScreenFront 就屏幕字体大小 你点一下就可以 然后这儿呢 我们选一个稍微大一点字体就可以 比如14 好 点击确定 然后这地方呢 它又让我们去输这个 你是不是刚才是点错了 还没点出来 我们点输一下yes 就说明我们确实要改 点击yes 好 可以看到字体是不是就变大了一些 对不对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那你要想编辑它 其实其实在这就可以敲了 你可以敲这个什么printful等等 操作就可以了 都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 而且你看它会把这个字体的颜色会发生改变 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看起来就比较舒服 对吧 比我们那个直接黑板要方便得多 方便得多 好 同时South Insider还可以自己添 就自己新建文件 然后添进去 怎么做呢 就在这儿 就是file new一个 new的时候它会告诉你一个名字 你要你要新建谁 比如说我们这儿换一个 比如说这个叫abc 那我们呢就叫 就叫fun.c 点回车 然后这个地方注意啊 它的新建跟我们在windows新建不一样 它只是这新建在缓存里头 所以我们在这儿一定要保存 保存的建议大家用快捷键 Counter加S 就是大家一定要多记快捷键啊 CounterS 好 CounterS的时候 它默认就会弹出这个框 就刚好在这个目录看没有 你点保存就可以啊 一定要保存 保存过后 它会马上又弹出一个框 看没有 它问我们加不加到这个工程 记住 如果不加工程 那这个地方看到的就还是abc 所以这儿要点4 好 点完4过后 那么有的系统可能会马上看到啊 像我这个系统看不到 没关系 点一下 点一下 你看它是不是就看到了 它就有时候刷新的问题啊 然后一样的 我在FUN里头 是不是就可以敲东西了 你看敲东西 是不是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呢 举个例子就行啊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敲了一个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这个全局变量非常的长啊 非常的长 比如说 我们就写一个啊 比如大写的字母 叫myshell 然后Linux 然后什么 麦子 edu 然后什么 type 假设定义了这样一个 非常长的一个字符 对吧 然后这个字符呢 可能刚开始等于 等于0x100这样一个状态 好 没关系啊 然后紧接着我们看 那这个东西我现在既然是全局 那么ABC的是不是能用 对不对 比如说甚至来说我想 我想看一下 hello world 我说等于一个百分之地 对不对 我想看这个全局变量怎么看呢 那我再从头到尾去敲这个 我怕敲错了是不是 没有关系 你看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敲一个大小小也都没关系 你看我在敲个小写的M的时候 他是不是把所有跟M有关的你能在这个地方用到的标签 你看 是不是全拿到了 那这个时候你看我只要点我的向下箭头 你就可以选 选完之后一回车 你看他是不是自动补齐 所以有了这样的功能呢 应该说我们写代码的效率就变得非常高了 而且也不会优于我们可能打字的时候 由于失误把这个字符打错了 就打不进去 对不对 也不至于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了 所以对于Source Insight 我们非常建议大家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这样一种方式去处理它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Source Insight中 关于我们如何去添加和删除一些文件的一些方法